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当画家的河黎莫内 莫内爸爸是快乐森林里最厉害的水坝建筑师 河岸生态因为河黎爸爸的工程变得丰富多彩 莫内并没有感到骄傲 他还希望自己不要像爸爸一样成为水坝工程师 这天早上 河黎爸爸强拉着莫内到河边观摩水坝建筑工程 莫内坐在岸边低头画画 不想游到附近观摩 河黎爸爸双手插着腰 站在莫内身边说 莫内 你不好好学 将来要怎么办呢 难道这辈子想靠画画为生吗 对啊 至少我现在接案子教作品做得很快乐呀 莫内低着头低咕 莫内啊 我是担心 绘画工作不稳定 毕竟这座森林并不关注文艺活动啊 河黎爸爸蹲下来 打算坐在莫内身边 跟他解释自己的担忧 工作不稳定 总好过忙着工作 连妈妈的上里也没办法出席 莫内激动地站了起来 一个没注意 膝盖上的画纸被风吹进了河里 涂在画纸上的森蓝色被水浸过后都散开了 莫内捡起湿漉漉的画纸 将画具装进行囊 气冲冲沿着河岸跑得远远的 莫内跑呀跑 不知不觉来到了快乐森林的边境 他终于恢复平静 再次拿起画具做画 这次接的案子 是要画出河畔景色 他望着画纸上的色彩 突然有了想法 他以散开的深蓝色为基底 磨上一层亮蓝色 制造河水静谧的景象 再画画 身后传来这个声音 转头一看 是一只穿戴着金手表 金帽子 金项链的豪猪 金色的装饰在阳光照耀下 变得特别刺眼 寒暄了一番才知道 原来他是小学同学 豪猪刺刺 现在任职高级行销专员 每天似乎过得很富裕 莫内 我是为了你好才这么说的哟 次次知道莫内的梦想后 还拍莫内的肩膀说 你的画根本就不是在描绘自然 而是在描绘暧昧不明 毫无意义的印象 这样的话 是赚不了钱的啦 而且你又不是达文西 或是米开朗基罗 谁会在乎你的画 听你爸爸的吧 好好学习水霸工程 不然像我这样做行销专员 没日没夜的向业绩前进 有钱啊 就是成功 次次摆弄自己的金项链 宣示自己的想法 才是最正确的 莫内瞪着次次 小声嘻喃 为了工作 没时间处理私人事情 和家庭的生活 有意义吗 次次显然没听见 自顾自地放声大笑 莫内匆匆收拾行囊 敷衍地向次次道别 便往快乐森林边境小镇前进 不知不觉 经过一间温泉澡堂 看到门外装饰了许多 闪亮亮的拼贴艺术 有天鹅 牡丹 沉思的大胃猫等等 莫内觉得很有趣 莫内掀开门帘 发现接待员的面孔十分熟悉 仔细一看 原来是中学同学 水屯篮篮 看到熟人来访 篮篮热心地 为莫内端上一杯热茶 那茶杯的外表 也是由某种材质拼贴而成的 在悠扬的歌声下 两个老同学 在温泉里快乐地聊起天来 直到兰兰得知莫内的梦想 兰兰的表情便严肃了起来 诶 莫内 有梦想确实很棒 但梦想中就不能当饭吃的呀 劝你还是找一份 稳定赚钱的工作吧 兰兰摇晃手中的杯子 兰兰 你以前不是这样想的啊 我还记得 你对于想当歌手 可是充满干劲的呢 莫内睁大眼睛看着兰兰 兰兰指着澡堂 天花板上的吊灯说 你知道那是什么做的吗 莫内摇摇头 兰兰皱着眉头 看着手上的杯子说 这些装饰啊 其实都是由我的唱片光碟拼贴出来的 包含这个杯子 光碟里面收录了我 泡沸无数个夜晚创作的歌曲 我试过 将这些歌曲送到各个音乐公司 音乐餐厅 等了两年 始终没有公司愿意接纳 我选择自己出唱片 直到退出市场前啊 光碟也只卖出一片 到头来 只有我家拍的澡堂会播我的音乐了 现在啊 在播放的正是我的唱片主打歌 两只动物的对话 就这样截然而止 莫内眼神涣散地离开温泉 她四处环绕 果然所有闪亮亮的装饰 都是由光碟拼贴而成的 刺刺和懒懒的画 使莫内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悸动 她坐在大厅 拿出自己绘制的画作 思考一些问题 这朦朦的色彩 光影的变化 看起来好漂亮啊 莫内没注意到身边坐了一只水榻 水榻把头凑过来说 莫内赶紧将画收起来 她害怕水榻的话语 会再次冲击自己的想法 水榻双手抱着胸说 那个只会把风景画成几何图形的猪卡索 一定画不出来像这么美丽的画呢 如果她现在在这里 我一定会拿这幅画笑她 莫内听到大名鼎鼎的画家 在这只水榻口中 说得好像朋友似的 便放缓了收拾的动作 你好啊 我是塔塔 你的绘画技巧好厉害哦 你一定是一个很厉害的画家 可是我怎么没有在画家名册见过你呢 应该是因为快乐森林 不注重文化艺术吧 果然还是幸福森林最棒啊 塔塔歪着头说 莫内感受到 莫内感受到塔塔是懂艺术的动物 还可能到过文艺气息 新盛的新盛的新盛的幸福森林 眼睛为之一亮 还有好多话想要跟塔塔分享 可是一想到自己的处境 还有老同学的遭遇 眼神又变得黯然无光 塔塔察察觉到了 便伸手邀请他 一起到幸福森林参观 朱卡索的绘画展 塔塔的邀请 让莫内高兴不已 还开启了他的画夹子 一路上 莫内毫无保留地述说 自己的烦恼 塔塔则一直点头示意 走了好长一段路 他们终于抵达幸福森林 建在幸福森林入口附近的房子 充满了奇幻色彩 有蘑菇屋 姜饼屋 糖果屋等等 这类房子啊 在快乐森林里 根本不可能见到呢 仔细听 还有古典月 在空气中飘逸 不管是在地上 墙上 或树干上 随处可见美丽的图画 对莫内来说 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塔塔带着莫内 往河岸走去 塔塔问道 待会儿到达河岸边 希望你能告诉我 你是为了谁 创作艺术的哟 到了河岸 只见有一座硕大的水坝 助力在河中央 那附近聚集了好多湿地动物 鸭子在玩耍 青蛙在跳舞 螃蟹在散步等等 附近的植物 也长得非常的健康清脆 在河岸口 树立了一群河梨雕像 上面显示 这个水坝的建造时间是十年前 即使莫内妈妈去世那一年 上面也有记载 这群河梨正是来自快乐森林的 专业水坝工程团队 要不是建筑了这座水坝 我想幸福森林 现在还要面对严重的水患呢 当初建造这水坝的团队 真是厉害 虽然为了别人 而牺牲自己家庭和谐这件事 很令人惋惜 但值得敬佩的是 他们贯彻了自己的想法 还有价值观哦 塔塔笑着说 莫内低着头不说话 塔塔还拍莫内的背说 其实你的烦恼总结起来 就是你太容易被其他人的想法 搞得心烦意乱了 莫内蒙点头 表示同意 塔塔嘟着嘴继续说 你太容易受别人影响了啦 其实呀 你只要不管别人怎么说 始终贯彻自己的想法就好了呀 就像你爸爸那样 那时候呀 如果工程再耽误两天 幸福森林下游 就会被接连的暴雨淹没 所以你爸爸贯彻了 工而无私的精神 赶在河水泛滥前 将水坝修筑完成 成功避免了一场灾难 莫内听完 莫内听完塔塔的话 久久不说话 她从背包里拿出话具 坐下来继续绘画 在画纸上的河流 堆叠上铜色 及深褐色 那是水坝的颜色 莫内终于把画完成了 那是一幅河岸映像画 河岸旁的柳叶婆娑 河中间的水坝维俄 倒映在波光灵灵的河面上 蔚蓝的纸水 正是莫内的内心反射 莫内抬起头望着塔塔说 我知道创作艺术是为了谁了 那就是自己 我只要持续创作艺术 持续精进自己的技术 总有一天 我的想法会有相应的结果的 这天结束后 莫内写了一封谅解信 与那幅河岸映像画 一并送给了爸爸 莫内决定留在幸福森林里的 吉维尼花园定居 在碎莲池旁 进修自己的艺术技巧 过了好久好久 如今 在每一间美术馆 必定摆放着一系列 美丽的碎莲画 而角落的署名 正是莫内 小朋友们 喜欢这个故事吗 如果你有很热爱的事情 记得要坚持下去 一定会开花结果的哟 想继续听更多精彩有趣的故事吗 别忘了上YouTube频道 搜寻爱美语国际语文教育 按订阅开启小铃铛支持我们哟 林姐姐睡前故事系列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